女生到底要找一个爱自己的 还是自己爱的人对吗 想而一件女生应该找一个爱自己的人 如果女生找了一个自己爱的人 但是对方对自己没有感觉 这个爱情或者是婚姻 那这女孩子一辈子都会不幸福的 一辈子都在付出 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的体会到 什么叫爱如潮永 那好反过来讲 当我找到一个爱我的人 可我又不爱他怎么办 对不对 他对我是很好 哎呀但是我就是不来电 我就是没感觉 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 对吗 我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旁 我举个例子好吧 我们问一下你们90后 父母大概567比较多吗 对吧 你觉得567那个年代的人 你觉得是先恋爱再结婚 和先结婚再恋爱 哪个多 就是越往上 当然爷爷奶奶那杯就更多了 都是大多数人 可能都是先结婚后恋爱 可是你会发现 你在你爷爷奶奶那杯 甚至你父母那杯 他们的离婚率 好像远比今天要低 今天很多人是先恋爱再结婚的 所以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说 离婚率这个东西 好像跟结婚再前 还是恋爱再前 没得关系的 这话什么意思知道吗 就是你的爸妈妈 爷爷奶奶不也幸福地过了一生吗 这话的意思就是 感情其实是可以培养的 就是我这个女孩 这个男孩对我很殷勤 很喜欢我 可是我对他不来电 没感觉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 我们也结婚了 我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 选择我对我有感觉的 一个选择就是 选择我对了别人有感觉 我的建议女孩子们 就是选择那个对自己好 你对他没感觉是暂时的 你放心好了 中国有个词 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了 中国这个词叫 日久生情 两个人在一起 处久了 慢慢的慢慢的 你那个包子的心 就会打开 我告诉你 慢慢的慢慢的 你那个有一点冷冷的心 就会温暖起来 除非你心里有别人 除非你心不在这个家 只要你心里没有别人 它是能打开的 大多数进口家 你心里 有部电视剧叫《父母爱情》 有时间你们可以去看 这部电视剧 就是两个其实完全不搭的 最终也过了美满的一生